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库尔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决战平安经》中的大天狗 那么大天狗是 就是在中国传说古代中也是有大天狗这种东西的记载 后来可能是受到我国唐代文化的这么影响 然后传到日本 在日本的传说故事里 大天狗主要是来源于人们对于流行的这么一种畏惧和崇敬 因为当时可能人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避难的方法 那么在日本的传说当中 大天狗是由他们的崇德皇帝 由于在什么乍乱中败北 然后逃跑之后 因为没有良知 然后被饿死 由他的怨念所集成的怪物 用来霍乱人间 叫做天狗 那么在阴阳时的背景故事里 这个大天狗也是一个铁汉汉 这个他是比较正义的妖怪 这个不可否认 我感觉 日本传说中的三大妖怪 可能只有大天狗是一种 就是在游戏里是一种 专记中是一种 就是比较正直的 就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他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然后由于被 黑行明所误导 然后信奉了黑行明的力量 所以才导致自己 站在了怕乱的一会儿 最后也是成功起白了 那在日本传说中 这个大天狗 他的性格用两个字 就可以形容 就是比较高傲 这个小傲就傲 这个这个地方 直接二技能加一技能 加个闪现 直接带走对面精力 大天狗这个英雄 在这个游戏里 作为中单来说 手还是非常长的 而且自带控制和一个 加法强的被动 所以说下场基本上 一技能把线推过去 然后再弹下进行压制就可以 打野来的话 先行给拥有控制技能的 敌方式神 挂上这个二技能的击飞 然后来保证自己可以设立套舍 那么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想玩好大天狗 这个英雄打中单 有两点大家需要比较注意 第一个就是 你最好是带一个你的队友 然后他去玩打野 因为大天狗这个英雄 稳定控制 他这个二技能的击飞 非常距离挺远的 而且时间比较长 配合打野的话 直接打出三十微动 前期可以带走任何一个中单英雄 除非对面选了一个什么兵用中单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地方直接二技能加一技能 打对面一套 然后想继续的时候 对面孤狠鸟来了 但没有关系 但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害怕 因为我方管狐已经插掉了 对面这个下塔 大天狗这个英雄 我个人认为有两种玩法 第一种就是像我这把这样 这把就是有点 偏向于打输出这么一个角色 出的是 就是推荐装备 第二种 我推荐大家出兵杖 加这个大面具 就是玩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就是一个持续伤害 一个减速 然后频繁的使用技能 来打一个类似于控制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话 比较坑的地方 就是比较吃队友 说白了 就是一个混粉的装备 因为如果你的队友伤害不够的话 这套出众的大型狗 在中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 但是作为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是偏向于打控制来说 这个伤害也是够 这个地方对面狗狗鸟来抓我俩 只要一个二技能抬他一下 躲他一个影子 然后一技能配合我家白狼 伤害直接灌死了对面的狗狗鸟 差点说成亚天狗 这个有点尴尬 一样是这个游戏我也干了很久 我拥有大天狗 是在拥有小天狗之后 就是我先拥有的是 ISP的那个大天狗 就是小天狗 他俩还是技能 我个人感觉差不多了 但是我朋友说什么 AOE和打几输输输 但我感觉小天狗 AOE也不太低 这地方对面又上来了 没有关系 我一个二技能 对面用大招躲掉 但是他这样的话 就太贴近我方这个输输位置 没有关系 我们玩大天狗要注意一个事 我们虽然说有可能 大家会根据我的推荐 玩这个控制打法 就是出冰杖和打明具 挺肉的 但是也是要躲在 自己家前排的后面 我看过无数次 我家选个什么 就那种重大 然后出了两件肉 就往前面走 我不太理解 总体来说 我认为大天狗 还是比较简单的 21技能起放 在你确定能刮到对面的时候 直接2技能加1技能 然后直接能大招 这地方没有任何的 就是可以辨解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话 快速的打出 自己被动的爆炸伤害 加上一个大招伤害 一般催水是扛不住的 这地方一个1技能 先消耗一下 因为对面估计得上 我们直接扔大招 配合一个2技能 加一个1技能 直接带走对方机密集 然后这地方我家 亚天狗直接冲了上去 但是 我们肯定是跟不上了 这地方选择点塔 亚天狗直接杀到对面两人 对面寒光组成 侧面出来 给了我们一个控制 但不要着急 接一个2技能 加一个1技能 我家兵用嘲讽住 我家管乎一个大招 加一个1技能 直接带走 那这个地方呢 就体验出大仙狗 在于打小规模团战 这么一个天眼的勇士 因为他本身 作为一个法系之人 他这个输 他这个叫什么 就是控制有点足 这个地方被对面追上了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站在草丛里 有对面的视野 直接放2技能 加大招 但是应该是走不掉了 这个地方如果出冰障 还是有机会走的 因为一个持续严肃的原因 但是现在 由于我出的是 这个法强弱麦 所以说 基本上被碾上之后呢 大天狗也是这个 绝蓝皮安静 新手送的这么一个英雄 可以从大天狗和 雌木童子二写一 我个人的看法是 雌木童子是 作为一个半肉前排来说 他的翻盘能力 并没有大天狗好 但是如果说 雌木童子比较肥的情况下 他的胜率确实是比 大天狗这种 法系中担要强那么一点 因为他这种中担 说句实话 你即使有一个控制 对面两个人欠你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 这地方还是为对手 补充一个控制技能 因为我们现在 基本上就抱他中腿了 这地方无视对面 直接放大着生命线 这地方拿下勾地塔 也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没必要跟对面浪费这种 就是无聊的时间 咱家雅天狗 接上一个控制 我接一个二技能 加一个一技能 直接带走对方的这个 这是什么玩意 白狼啊 对面又冲得上来 但没有关系 但对面孤空点玩 确实我感觉比我好多了 他们每次都能用这个大脑 躲掉我的这个 二技能的击费 但是 这把基本上对面是 没什么太大的还手余地了 这地方 我技能打了别人啊 所以说这个金鸡 只能由我家白狼 自己输出情调 这地方压天狗上来 我们不慌 直接反手一个大脑 加一个二技能 加个一技能 这地方地方的孤空点 被嘴的时候有点慌 然后闪现击了我的方案里 直接被我挂死了 这个 有点尴尬啊 兄弟啊 这地方直接二技能 帮我家白狼打叔叔 然后提供一个控制效果 因为我家白狼 现在输出非常的高 他已经超神了 那这地方二技能 应该是抢不到这个 金鸡的连统了 因为我现在 这什么无限助力啊 打的跟辅助一样 这个 怎么说呢 可以看到 大天狗打这种小规模团战 我说一时吧 在我玩过的这几场 就录制这几场中单里啊 小天狗打这种 大天狗打这种小规模团战啊 真是比较强 因为他本身一个控制技能 就非常的 就有点逼提 在这种小规模团战里 加上他这个大板啊 冷却也不是很长 30秒 然后基本上可以 另外就提供了一个 稳定的伤害技能啊 那这地方还是 根本没有任何选担啊 拿下来本场的胜利 那么 这地方也是 建议上二的啊 录制了好多期 这个《绝战篇安静》的游戏了 现在《绝战篇安静》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缺点啊 我个人认为 唯一的缺点就是啊 他这个段位的几致 我有点看不容脉 就是需要打很多场 才能晋级啊 那这地方我放白狼 拿下了这个MVP啊 当之不愧 15-0-10起啊 直接给队友连你了大码 那今天也带大家的游戏呢 还是《绝战篇安静》啊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 手游扣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 手游扣玩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